大家好,我是耳朵 欢迎来到我做PKP上 今早我们来做这些人都没了 这些人没了没做 可贵大有鞋头筋 所以通过手工制作方法做起来比较起来 我们调的一种特律的办法 能够够努力哪能做 系列调制第二个米粒 需要用到高净米粉18克 低净米粉100克 只有3克 4、4克 低净米粉4克 长文是200克 但是在比较硬的米粒 4分在最米粉的43% 在你能够拿了颜色的主要的规矩物的操作 把当米粒开起来 调制中锁 把所有材料够够缓了 如果能用的是家用的十四季 请用低所够够 等所有材料缓了均匀了 就可以过去了 为了不基础发酵 这个米粒受够比较硬 这个人工是没有一致性的 我们把米粒稍微拦拦了 手手鱼 把米粒放在发酵本 开始击出发酵 第二个日子 击上米粒的发酵处 根据上米粒的实际状态 根据上米粒的实际状态 第二个日子发酵是由米粒的体质庇护 把米粒把米粒放开了 经过发酵 米粒内部车上了风物组织 第四部阵营 把米粒地部车上两分 每一分的重量大约没来到四半六分 把米粒也轻一轻,稍微握握握握握 这样子,今天能使用米粒来的体操工作 这米粒就让我开着 就自私奥米 把出炒本送到的鼻子铺一笔起 第二个日子两个月 必须要用多个米粒 做盆沙卡 这趟用手稍微担的米粒 把薄的录在鼻子够的 铺米粒有两块鼻子后 就能铺到私奥米 最后把鼻子垂直铺米粒 非福食汤 电动中鼻子就为了鼻子细节 而且非常光满 这屋里所不可以使用米粒 就能开局 各个古人当中 鼻子就为了鼻子越来越薄 越来越长 为了这屋里方便操作 我们可以把鼻子拉开来 当鼻子耳朵达到一滴两米左右的阵光 切成两批14公分的正方形鼻子 这个鼻子用着每个最压任的表面 该张包心目防止归来 放一旁带用 接着操作上我这个鼻子 当五年阿刹林第四额都有的鼻子耳 那它鼻子比较密够的 一定要杜杀地米粒 这个日每段内部 尝试分明的粒子 只有鱼里正在每个日子 不杀看过米粒 需要局部均匀地杀了 每个人的鼻子够的 在第五额擦称时 长3公分 区9公分 即使有人替你一本鼻子的操作 CLV里的米粒 必须要局部用光 用到切成9厘米的正方形 把正方形的鼻子 规长至14公分 上14公分 把有人吃的正方形鼻子 给了带人的鼻子过的 把正方形的鼻子当作 摸到一个新纸 那新纸带着 手势要清 就少了鼻子的带过去手笼 手势要清 不好把鼻子捏死它 用两只小手指的手笼底部 这个上排的底部 只允许才一列文 再讲了一笔 手势会好它容 七味会好把鼻子捏死它 这个上排 大约没从 四把八色处理 底部碰死 贴上蒸笼子 七味吉他 一定要抵造正面的蒸骨 并且鼻子里面是烧开的状态 包含的上排 应当来没那些蒸骨 我需要再发酵 能够使用地震线 或者水通的烧死症 这两种方法才可以 可没有毒又折热 整只人工 至少需要两分钟 可整体的毒 甚至是什么三米分区别 刚才能没有疼痛的人工 也起来还是比较弱 能没有插开来 理想的上次应该是非常鸿鸣 这发生令人愉悦的没想到 多么的车底浪太后 味道病昂 我一把两么的放在灯车高的感觉 我这切成小块 把那个汤里享用 今早的内容就到此理 只能呼吸这部皮子 请问我为这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下转的我资讯 欢迎订我一趟 这里也说个照片给大家 这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